那我們今天呢要跟各位介紹的這個內容是有關於數位教材的編制跟錄影的部分 那我會特別說是在錄影的部分 因為編制大家其實大部分比較沒有太大問題 主要是說錄影怎麼樣比較快 比較方便 那我們現在呢先資料的部分呢 已經都放在這個OneNote的這個叫翻轉平台上 翻轉學習的平台上 那麼您到這個網址 這個上面的話呢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標準的它正式版是在OneNote點內而已 前面沒有Test 你就OneNote點內的就可以 那因為它五月份就是這個月也會再做改版 所以我就直接先帶各位到那個測試版 以後其實應該這兩禮拜就會換了 所以以後你就不用再打前面Test 就直接打OneNote點內的進去了 那今天呢就算你在這個Test這邊測試版註冊 在正式版上也都會同步 資料都會同步 所以沒有關係 你不用重新再註冊一次 不用重新再註冊一次 那麼你進來之後呢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兩種註冊方法 一個加入的時候呢 剛剛這裡我們稍微提到 就是你可以用社群的方式做登錄 那這個好處就是你登錄你的社群帳號 授權之後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有點麻煩 不想跟社群帳號整合在一起 你可以自己用你的信箱 直接註冊 比如說我有Google的帳號 有事呢我不想跟Google帳號連結在一起 你就直接在這邊用Google信箱就可以了 好那但是呢下面的方式呢 它會幫寄公認證信給你 所以你要去收信一下 那也有可能你第一次註冊 也許會到這個設計裡面 所以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它就是一個啟用連結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還是太麻煩 我還沒有準備好 我只想玩看看 你就用反客的方式做登錄 那麼你按了這個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取得代碼它會有個發揮數 有個發揮數 那你下次呢就可以繼續使用相同代碼進來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進來 好有沒有有一個取得了 那這個代碼呢你可以這樣直接摳起來也可以 或者是你到進去之後 在右上角那邊也會有 你看我了解 好進來 有沒有這樣也都不用問你嗎 這樣不是很快嗎 對不對 好那你進來之後你的代碼在哪裡 在上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了 就是後面 底線後面這幾個 就是發揮數 那你把它稍微記錄一下就可以 下次你就用相同的 就可以登錄進來 那當然的話 如果你方便的話 我會建議各位你可以來這邊 編輯一下你的個人資訊 因為預設就是命名的 你可以來這邊打一下你的姓跟名 這樣的話 在OneNote的這個系統面 比如說你加入到我們的課程 這個研習裡面的話 我就比較知道你是哪位這樣子而已 這樣OK嗎 好所以使用上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麼你進來之後呢 我們先稍微簡單說明一下 在這裡 它是一個發展數位學平台 所以可能跟各位平常在你們學校用的 也許不大一樣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在發現裡面 你可以看到有單元課程跟群組 那群組的部分呢 比較接近就是我們的 就是班級的概念 課程比較像是就是教材 那單元就是課程裡面的 每一篇每一篇的那個文章 好可能是測驗也好也有可能是什麼 也有可能是那個 那個教材的內容 所以原則上我們的會 因為在群組這邊互動比較多 所以我們的課 我們是主要放在這裡 那你進來之後 還沒有跟各位自我介紹嗎 因為你進來之後就看到很多文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 四個 這樣可以嗎 這樣你應該知道我是哪一位的嗎 哈哈 OKOK 好 所以 你就進到這個群組 你不要先從這邊進來 這是我們課程內 我們到群組裡面 好 你進來之後我們第一個就是 有看到嗎 第一個就是 所以你把它點一下 那點了之後呢 右上角這裡就有一個加入 有沒有看到 好 就是到群組裡面 右上角這裡就有加入 所以呢 各位你們在那個 我們延期的講義 最下面呢 有一個群組的網址 就是這個 就這個 不過很長啦 所以我不是很建議各位 直接用打的 我們就 找到直接進來比較快 那這樣子按加入 就可以直接進來了 好 就可以直接進來 我們所有今天會用到的資料 通通都在這裡面 通通都在這裡面 還有我們的一個那個 Praise的簡報 今天的簡報 還有那個新制圖 都在這邊 那麼主要的內容 在正幕這裡 主要的內容 會在正幕這邊 點進來我們今天的那個新制圖 各位所看到的新制圖的版本 有沒有在這邊 如果你想要我的那個原始黨 你想要拿下來參考看看的 也可以直接從這邊下載 好從這邊下載 那麼 如果說呢 各位你在我們這個延期進行中 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白板 來留言一下 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白板 有沒有 你就在可以用打字的 這樣點一下 你就可以打字 所有人都可以用 不是我不用 你會同時看到別人 好 同時看到別人 那你也可以用寫的 你就我覺得 我用寫的比較漂亮 有沒有 你就在這邊寫 我寫你們會同時看到 好 那這邊呢 我就先還原一下 這裡也有橡皮擦 寫錯了 就用橡皮擦擦一下 這樣 OK 好 所以這個是 您可以先透過這個方式 先加入我們的課程群組 好 點擊的這個群組裡面 記得到這個群組裡面 好群組裡面 你把它按一下 進來了 那麼你下次要進來看的時候 你就進到群組 你會發現 這裡有一個叫加入的群組 也就是說 下次不用重複加入的 好 不用重複加入的 按加入的群組 那這邊就會看到 你當附加入的 繼續 又可以學習 那所以 如果你在這裡面呢 有看過哪些的內容 比如說 像這裡有進度 對不對 我已經有看兩個了 有沒有 它就會幫你記錄說 這個人看了多少 看了多久 幾分鐘 幾分鐘 這樣發現 好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各位 麻煩各位你可以先試著註冊看看喔